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我们的水帘料理已经做很多道了 那基本上水帘料理的原则就是 洗干净之后我把它切一段一段 然后就浸泡水让它去吸收水分 这边看到我用的是冷冻面肠 我现在要做蔬食的水帘料理 冷冻面肠呢其实它很好 因为它没有任何添加物跟漂白剂 生豆包也是我蛮常用的 也是稍微把它切一切 你就可以拿来炒或者是 拿来加在汤里面 蔬食者的朋友呢 你要记得就是在饮食方面 你要尽量选择天然无添加的 然后新鲜的蔬菜下去吃 这样对身体会比较好 这里看到还有鱼莱菇哦 就是全部的蔬食你想用的食材都可以用 这次还加上了油葱酱 因为现在油葱酱有买一送一 所以有需要的社员都可以趁这个机会 面肠呢你可以把它稍微用一点点油 像去干煎成像刚那样就有像岩熟鸡 你再加一点黑胡椒跟叶 这一道蔬食料理是很简单 蔬食的那个食材全部炒一炒之后 最后水莲跟鱼莱菇再下 然后我有倒一点点的醋 跟一点点的辣椒 它主要的调味就是靠油葱酱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这一道吃起来感觉还不错 然后再来下一道是用盐曲鸡胸肉 我先像鸡胸肉一包里面大概像这样三片 我就放在保鲜盒里面用盐曲稍微去腌制它一个晚上 我用电锅蒸 其实像这样子的鸡胸肉料理啊 我大部分都用电锅 就不需要在那边煎到你不知道到底熟了没 用电锅我觉得真的是蛮好蛮方便的 你也不用怕蒸的太老 然后再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 我这边看到的配料是 你看我有牛番茄小黄瓜 然后绿豆芽跟水莲 就是一起炒一炒 然后就可以一起拌了 再到料理很适合现在的气候 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